好来看到居住在万荣乡的马姓阿玛 由于子女年事已高 平日由罹患身心障碍的孙子来照顾起居 那么马姓阿玛本身患有慢性疾病 齐心慈善协会也接获了东光文件站的转介 开始定期来访试马姓阿玛 并且赠送了生活用品 那么在7月过百岁生日的时候 齐心慈善协会理事长 与县议员简志荣 乡长梁光明 与一群远从台北来的吉林福伦社的志工们 一同来前往祝贺 马姓看到现场有这么多人 为她唱生日快乐歌 庆生满脸是笑意 祝母奶奶生日快乐 我们一上阿玛 我们一上阿玛 我们不说那么就是今天节目来真正祝祂的 意思就是这样 我们要怎么讲 我们要怎么讲 乎你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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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齐心慈善协会特别准备了生日蛋糕 和生活必需物品尿布一箱白米饼干等物资当作办手礼 齐心协会理事长和吉林福伦社也双双致政红包 祝贺马阿嬷身体健康贾霸的一 现场欢乐声不断和乐融融 记者林杰万荣香采访报道 我们非常棒接受到百姓奶奶的祝福 我能力 我能力